金华城案的相关人等我们看到 包含了这个阿贝啊 还有应小威 以及这个威京集团沈庆金 这个目前都被关押 所以在中秋节前夕 用这种另类的方式在看守所团圆了 但是呢现在被点名 有谁可以在外头笑着吃月饼呢 这是来自议员洪建益 他又上节目来爆料质疑 认为金华城案至今有一个隐藏版的人物 都还没有出现 是谁呢 蔡碧如 他还说写低子是谁 地下市长是谁 那就是蔡碧如啊 他说我问你蔡碧如 你说嘛 你认不认识猪雅虎 有没有见过面 有没有因为金华城 他写信请托你 有没有因为金华城案 自己下手遇而要求官员跟相关人碰面呢 好那洪建益还说 呼吁蔡碧如自己出来讲清楚 说明白 还有点这个语带暗示的说 如果蔡碧如不回应的话 不排除 接下来会放出更多更多的证据 好对此呢 台中市政顾问蔡碧如也做出回应了 但是有一点没有具体的回应 因为他说这些指控也是平白无据的 无法针对没有具体证据的指控来做出回应 所以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他还说只能说金华城案延烧至今 人人看起来都像是编剧导演 你们觉得呢 我们来看新闻 社会上每个人都是社会上的一份公民 每个人公民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我给你讲 尤其是在这种争论节目上面 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乱讲吗 还是因为现在 柯主席已经被羁押了 所以就现在就打落水果 我希望他能够要有评有趣的来讲这种话 而不是制造社会上面的动物 不管他拿不拿得出来证据 我都要提告他 以正式风 我觉得这社会上面不可以这样子随便 现在所有的上争论节目的人 不管是议员还是争论灵嘴 都可以乱讲话吗 不好吧 我不是生气 我是觉得莫名其妙 以他一个台北市的议员 他可以这样随便乱讲话吗 朱雅虎是一切的打通公关的枢纽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角色 所以这个事情要问朱雅虎 朱雅虎被传去非常重要的角色 讲不好听就是宋钱的角色 那为什么他也没有交保 就只是限制出海出境 是不是朱雅虎是里面最老实的都招了 所以检察官给他这么好的待遇 甚至是现在传闻的蔡碧鲁 我觉得他的供词才是一切 好 检掉线办案看起来是有点狂踩油门了 现在金华城案证人转被告再加一 那就是前都发局长黄锦茂 被告涉嫌图利是以50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 那对此知情的人士像是议员 游淑慧他就说一点都不意外 为什么 黄锦茂他到底在金华城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身份 他主要是来同样开协调会 他都有列席 那他说黄锦茂明知都委会面对私人财团 只能审议不能研议 但是在议会调查时 却坚持说可以 就是不停的过程当中 明知违法 却试图用ABC各种方式来帮金华城案进行解套 那就是帮金华城来研议 如同让都委会当了补习班老师 又兼当考官 好游淑慧也说了到底可不可以帮财团审议 这部分内政部已经还是表明不可以了 那就是违法的 好所以呢 现在等于关键证人就是黄锦茂又出现了 这个检方讯问了黄锦茂认为 他是有这个图立犯罪的嫌疑 所以是当庭就改列为了被告 不过呢在清晨是以500万元交保 那简书培也表示除了游淑慧 简书培也说了 一点都不意外 他也批评黄锦茂 虽然你恐怕只是听上头的命令来行事 但你的行为同样是犯下土力罪 黄锦茂被转为被告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他是柯文哲在第二任上任之后的独八局局长 那他那时候承接的所有的案子 很多都是林周明留下来的 包含大巨弹 包含金华城 这一些其实在柯文哲第一任 在林周明任内的时候 这些案子都是都有一些要求 但是这个黄锦茂上任之后就听命行事 大巨弹就放水 就开始可以拿到建造 开始复工 那金华城也一模一样 沈庆金在第一任的时候 就有跟林周明来做过程庆 当时不被接受 后来换上黄锦茂之后 这个柯文哲指示底下就动了 那黄锦茂说他听命行事 但黄锦茂不要忘记 自己是独发局的局长 自己有职守 不该做的事情就不该做 不管上面长官怎么样指示 都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 但他接受到柯文哲的命令之后 他奉命行事 所以一样是徒利 而且他是一个资深的公务人员 他绝对知道公务人员的 这个职守跟奋纪 知法违法 然后配合长官奉命行事 当然就是徒利罪的方凶 要给金华城相关的荣基奖励 根本就是依法无拘 而黄锦茂为了配合长官 帮金华城解套 在没有任何路可以走的底下 他还帮他召开了专家学者会议 然后来帮金华城研拟 要怎么样来争取农机奖励 他在在的都显示 其实黄锦茂知道违法 还配合长官想帮设法 帮金华城解套 柯文哲二度被提训现身北柬 然而对于随身叠里写的1500 传出柯文哲解释 这是会面时间 不是汇款的金额 但是你的当天行程 不是去见里长吗 柯文哲的回应是 后来改齐了啊 那对比陈佩奇 他主动大爆金流 各界炮轰难道是想隔空串供 不少民众也虽然是支持民众党 来争取司法公平 但是对于柯文哲的清白都不相信 直呼对柯文哲是失望透顶 柯文哲二度被北柬提训 但镜头却捕捉到他难得露出笑容 难道是对案情胸有成竹 柯文哲随身叠里写到1500小省 到底是汇款还是时间 传出检方问柯文哲 1500是金额还是时间 柯文哲说是行程 但检方反问 当时你明明在拜会里长 柯文哲说我们有改齐啊 而太太陈佩奇则隔空呼应 1500不是只收费金额 因为柯文哲不会记账 陈佩奇专访大谈金流 陈志涵强调是陈佩奇特别点名 三家特地媒体可以访问收入 但我有纳闷金流若真的都干净 应该巴不得全国都知道吧 为何只敢挑三家来讲 难道是讲金流还有不同版本吗 还是不同的媒体讯会讲的不一样 检方遭质疑 泄密给特地媒体带风向 诡异的是即使多数人力挺民众党 互换司法正义但金华城案 大多民众却不相信 柯文哲清白 你声援他我觉得没有问题 你不能拥抱他会爆炸 一个一个金流出来 他一定会被起诉 相信他谈误的会越来越多 柯文哲还压看守所 但传出金华城负责人沈庆经 九天内第二度戒胡就鸡 当两个月鸡押奇一到 不知案情是否峰回路战 这次用录取过好台北报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